马来西亚北部的豪雨酿灾 慈济人一整发放陆续进行 趁着天气好转 积水渐渐消退的当下 今天包括临近灾区的 槟城州 霹雳州 还有击打当地的慈济志工总动员 超过了260人 大家自备清扫工具 前往灾区展开善后的清扫 以及发放工作 至于在生活物资 以及卫文金的部分 慈济志工市一家一户的发送 从志工手中也传递了 全球慈济人最深切的祝福 尽管已经清晨六点半 天空依旧一片黑漆漆 但黑暗中有一群人辗转难眠 在爱心的驱使下 老早就拿着扫除用具 坐上巴士 包括槟城州 霹雳州 还有击打当地 超过260位慈济人 相约在击打进司堂 换上15辆大卡车 一心想飞奔到灾区 成为善后清扫的胜利军 我来自槟城的大三角区南美园 所以就是说 听到Zitra这边有这样的灾情 所以我特别请假 来到这边来帮忙 专程请假 不只是在日德拉的禁私书宣 200多位志工就像是不起之师 自动自发地走进灾民家中 成为灾民清扫家园的最佳帮手 在后复原对这对马来裔夫妇来说 真的是有心无力 也怪不得百感交集 难过的是水患 但高兴的是有这样爱的身影 其实在民看到我们是很高兴 他们在清洗家里 真的家里全部都是试到完了 看到这些物品很好用 很使用 慰问金 生活物资 一家一户的发送 从志工手中传递的 还有来自全球慈祭人 最深浓的祝福 当然请问黄成树胡慧芬 马来西亚吉他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